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村子里边年轻人没有会说满语 全国一千多万人满族人 只有三家的这些老人会说满语 二千多万人满族人 2005年当时国家有一个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 福建政府就觉得三家满语 有一定影响力在国内 已经把这种文化保护下去 第一的执照日和班 第一就要把这学校重新建立起来 他们想选当地精通满语的人 看到我这个岁数当时不大 热爱这满语还有文化 这高中文化嘛 就是拼我做满语教师了 白色 刚开始课程的时候 三天两天就来记者来专家 孩子也特别起劲 后期呢鼓励政策 配套都没出台了 家长也没啥兴趣 说学着干啥了 一天就学满语 数学语言都耽误了 不鼓励孩子去学习满语 到现在为止吧 就是学校是开课 但是只是当校本教材 就是让孩子学到启蒙作用作 他们学啊按我看等于白学 比妈人家嘛猛进了哈喽 学校跟不够啊 三家没有中学啊 小学上现在学多少还能会几句 一到中学呢 中学没有满语课 时间一长了也都忘掉了 年轻人都不学 年轻人都不学 因为学了也没啥用 这农村吧 都这大忙季节 都往地里干 咱还得靠能业 挣钱和家 别饿了一年 拿灯车做色 兵格吧 青蓝 我们现在传承人 已经剩十了个人了 老的吧 都八多岁 九多岁的 还有比我小的 有两个 总也不说 就像我们现在 就是有的话吧 问我们的 有的时候吧 都想不起来 现在吧 我们这蛮挽救吧 是有点难了 我叫杨博文 是七七二 是三家子村的 我十二岁了 我从一年级 就开始学满语了 我喜欢上满语课 它跟语文英语 数学字不一样 长大以后 也想教满语 想学满语的人 难道就三家的这些人吗 不可能 三家的这些年纪人 跟全国人一样 他们也有各自的生活 有各自的理想 有各自的想法 三家满语保护 不能落在三家的人身上 而是全中国 有志的满族人 联合起来 把这种语言保护好 出钱出钱 出力出力 想学的学 这样的话 才能正常保护住 这种语言保护